飛航安全真的要特別注意 國際間攸關飛航服務的統計數據 除了SkyTracks的整體服務評估以外 也有單獨以事故記錄評估的排名 可以作為參考 根據德國航空的事故資料評估中心 今年發布的報告顯示 評估空難次數、傷亡人數 以及旅客運輸量等條件 選出了世界上最安全的60家航空公司 我們就來看到第一名的部分是紐西蘭航空 而它是1940年的時候註冊屬於紐西蘭的國家航空公司 距離1979年最後一次發生的傷亡事故 已經維持了將近35年的飛安紀錄 那麼第二名的部分則是國泰航空 這個是香港第一家民航公司 隸屬於太古集團 最後一次發生嚴重傷亡事故是在1972年 當時是因為受到了恐怖攻擊事件 而第三名的部分則是芬蘭航空 它也是芬蘭國內規模最大的航空公司 同時也是官方航空 同時還是全球航空史排名第6U9的航空公司 最後一次嚴重事故發生在1963年 當時是因為天候的因素 導致了22名乘客不幸遇難 至今已經長達了半世紀之久 而在第四名的部分則是阿聯酋航空 我們可以看到這是由杜拜王室支持 在1985年成立 而且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國家航空之一 而第五名的部分則是我們的國籍航空 常榮航空 在這個地方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它是在1991年的時候在台灣註冊 也是台灣第二大的民用航空業者 在2013年的時候加入了星空聯盟 成立至今沒有飛行事故的記錄 所以常年位居在各大航空排名調查的前10名 同時也成為國際間空運重要藝術品來台的首選航空 而再來看到的是排名第34名的馬來西亞航空 馬來西亞航空是在1947年的時候註冊 不過今年內接連兩起的飛航事故 分別是在3月的失踪事件 還有這個月在烏克蘭東部上空疑似遭到擊落意外 統計下來馬航在過去30多年來 一共發生了7起嚴重的事故 衝擊到形象 至於我們另外一個國籍航空中華航空的部分 則是排名在第58名 這是在1959年註冊 同時也是台灣國內第一家航空公司 而在這一次的60名排名當中 位居在第58名